这个典故的含义是 燕子象征着奇想和繁荣 但是当他折到皇孙时 却预示着这个皇孙将来会遭受不幸 而事实上 汉埃帝留心在位期间 西汉王朝的政治更加黑暗和动荡 综上所述 汉成帝刘傲之所以被后世一致差评 主要是因为他沉溺于声色全马 导致政治昏暗 朝政混乱 而他的嗜好 孝成实际上是对他的批评和讽刺 至于验着皇孙这个典故 则预示着西汉王朝未来的不幸和动荡